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主要山实法 吉祥主要山 得普光一些众生心 而勤奢受谢同门 而勤奢取 张探林主要山 得以光明奢取众生 被见者无空过谢同门 黎晨光明主要山 得能以静方便 灭一些众生烦恼谢同门 名称普文主要山 得以大名称增长 无边散根海谢同门 毛孔陷光主要山 得大悲闯束缚 一切并境界谢同门 贺难清静主要山 得辽自一切 盲民众生 令自然清静谢同门 福发喉生主要山 得能养佛因说 住法差别意谢同门 毕日光场主要山 得能措施众生 善知使令见者 显生善根谢同门 明见十方主要山 得清静大悲藏 能以方便令生信结谢同门 浮发威光主要山 得方便令念佛 灭一些众生病谢同门 这杂类的神众 现在讲的主要山 就是咱们吃的药 有病不要吃药吗 那药都有神管着 这种是祝福菩萨的 化度众生的四限了 就是咱们药 是草药吗 是动物药吗 这个说的都是只是草药说的 现在是奴州发明的药 现在这极其生产的药 大家都是现在都带包装的 药都有小包装 都给胶囊 这都有神管着吗 这大义说的这个主要神是药草的 现在的药有很多还是动物药 动物药 这个大概多数只是植物药说的 动物药是什么 鹿绒 蛇香 熊胆 蛇胆 好多把动物身上的肢结糞 让它来补人 虎骨啊 鹿绒 多了 动物身上的也多了 这些主要神不是主治药的 这属于杀神 杀神 在这 这是指着根果呀 像植物主要神 有没有神管呢 有的 明贵的药草 灵姿 灵姿 凡是成了能疗病的好的灵姿 都有蛇护齿 那个蛇就是龙 护药龙 那也是这些个神所划线 人身 是一般的药物当中所说的 关系这个药物的故事太多了 神奇古怪的 神奇古怪的 你像是 你像是 马 物吃了灵子得马饱 猪吃了的物吃吃灵子了得猪撒 反正受了一时 他吃了 他吃了就必死啊 这些东西是非常毒大的 但是他又变成药物了 猪撒是定心的了 所以这些个 是不是都有神在管 这些闹清楚 咱们不说药物了 咱们在人生当中 咱们佛教讲啊 多神教 什么都有神 你都有神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心 心上的种种法上 心灭的种种法灭 好多说这个人神了 就是他的心 神是神 神是什么呢 就是自然的心 就是一切众生的自然的心 自然的心 自然的心就是原来本具那个 不是现在这个妄心啊 神明天心 天心就是自然的心 像我们抓一副草药 说这也有神管着 不会的了 有些神管不着这么多了 特别是动物 用他的生命 来保护我们的生命 当你用动物药的时候 你要多发心啊 发菩提心啊 多给众生回向 这些神都是发菩提心的 行菩萨道的 行菩萨道的 你这样理解了 吉祥主要神 他普关一些众生先 而先奢取 奢取呢 就奢收众生 奢收众生 那就是 顺情说好话 顺着众生的感情 奢收他 他高兴 容易得到 而且说不众生不好听的话 那你就变讨人贤了 讨人贤了 所以知道众生是不容易调伏的 很难得调伏的 逆他的意 很难调伏 顺他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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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五欲景景啊 菩萨道难行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我最近听到我们这些个道友们当中里头 把发菩提心解释的 学了好多年了 那发菩提心的含义还闹不清楚呢 那你那心怎发呀 怎发呀 发菩提心人人都要发的了 而且你已经做了 你还不知道你所做的就是发了菩提心了 嗯 就带着个点复带说一下 而顺情说 说这个顺情跟不顺情 不顺的讨人贤 顺着正让他五欲 你说你这菩萨怎么办呢 你顺着他不顺着他 你顺着他是不可以的了 那是他 那也看你分寸要掌握好 你出家落法不是厌离世间吗 不是发菩提心吗 不是这是最前进的发菩提心了 自己得度了 看见在那红尘滚滚里头 受灾难的 嗯 想度他 这个想度他 你就是 不就说你度不度啊 哪是度多少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的是你发心 还没说你行当呢 对 菩提就是觉悟嘛 你信佛归一三宝 就是觉悟的开始嘛 落法演绎了 那就是更是觉悟的进一步了 那已经发菩提心了 嗯 嗯 有的还说 我不发菩提心 嗯 你不发心干脆你穿在家衣服去了 还书去吧 嗯 这个心非要非发不可的 啊 菩提心里头包括内容很多 嗯 这些大菩萨行菩萨道的 而顺着众生 嗯 不是完全顺着他 顺着他 要转变他 嗯 嗯 逆着他 逆着他也不是对他这个 就是他这个情感 不对 是背道的 啊 越堕落越善 嗯 说菩萨度众生的时候 嗯 就要掌握 应该顺着的时候 算 不应该顺着不算 但是你得知道 鸡呀 要普观 普观的意思 就关于一些众生 不是说 以后你们诸位菩萨去度众生的时候 啊 静草众生喜欢的就说 这不对吧 嗯 嗯 应该顺着众生生烦恼的就说 这也不对吧 嗯 嗯 所以为什么要学 现在你学习阶段 嗯 嗯 要顺着他 要顺着他 四线同事舍 顺着他 用利语舍 说对他有利的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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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顺着 嗯 顺着他说呢 说这个不是佛的教导 嗯 说这违背你所受的三规了 如果你在受五戒 那违背五戒了 这是顺着他说啊 嗯 他因为做这个事是好事 那在佛教说呢 要在佛的教导里边呢 是坏事 阻止他不要去做啊 嗯 说你有病了 有病了 要吃药 有病不吃药怎么好啊 药是苦的 有的药很难吃 嗯 那你必须得吃啊 为了治病嘛 这样的意思 嗯 所以说 这个主要神 他是顺着一些众生 而奢取他 完全是奢取 随损众伤 嗯 也孙他啊 一些众生都不愿吃药啊 甚至有病的都聚着药 拒绝药怎么好呢 嗯 等到这个含义了 和这个吉祥主要神啊 他是普关一些众生心 就是这一点必须你得修成 不修成 你什么人知道众生心呢 嗯 完了这样子来奢取的 嗯 是那四舍法来奢取的吧 嗯 明成普关主要神 可能以大明成增长无边散根海 谢同文 明成是 大明成 大明成 明成是虚的 明成是虚的 嗯 明成有时候称实 有时候不称实 称实着 啊 就是实在有得 明成是虚的 明成是斌 实在有得 嗯 有时候没有得 有明成 嗯 这就是虚的了 这个虚的了 嗯 大明成 有时候是善 嗯 增长善意 嗯 增长善意 嗯 因为你竟做好事 竟立于纵生事 嗯 使你散根呢 增长 嗯 如果初学的 嗯 初学当然没有明了 有识就好 嗯 真正的能够 使众生得益 哪怕你是个撒米呢 对 撒米也现生相了 现生相 有时候见了三宝 见你这个相 他已经得了利益 众生就得了利益了 他就有了善根了 不管他心怎么想 嗯 不管他信不信 他就算有缘 就解这么一个善缘 嗯 这个含义很深的 嗯 毛孔相光主要是 大悲闪束缚 一切病境界 谢同安 嗯 这个 很多的含义啊 主要是有点还得懂中医的事的 还是医生 药本身不能去复啊 嗯 嗯 像这个 一大悲闪束缚 束缚 束缚很快 嗯 对 病的因缘 害了病了 你很快去给他治疗 嗯 药本身不能去啊 嗯 医生给他开房子才能有药 嗯 那这个含义就是 药神不但药 而且还懂得医 那是菩萨大菩萨继位的了 嗯 嗯 毛孔相光主要是 大悲闯束缚一些病境界 这个咱们这个大悲大慈前头 哪一个神里头 哪一众神里头 都有的 离不开的 对 慈悲喜舌 这叫 慈无量心 慈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每个心菩萨道理 不管他 信位的菩萨 诸位的菩萨 三弦位的菩萨 实在的菩萨 都如是做 嗯 付一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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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支持这个药 吃了这个药 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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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吗 咱们在事实当中 是不是吃了药病就好了呢 我自己感觉 我最近我现在还在吃药 今天来讲课是刚吃了药 他还是咳呀 他病没好啊 有时候还是咳喝干啥 这是怎么样理解的呢 每个主药神 这么多主药神 这么多的药 真正是这样管着的吗 把药管的药道病除吗 这时候菩萨行菩萨道 在自愤当中 他得到泄脱了 但是众生还并没泄脱 他说以这个方法来教育众善 教育众善 领众善是中善根的意思 什么善根的呢 大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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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大悲态的善根 而这书抄里头解释的呢 是慈悲 大悲态 说慈 说慈 那慈悲两个就互用了 前头的讲的有时候慈是慈 悲是悲 慈的善根 慈的善根 以慈悲 行布施 行药的布施吧 一切生为圆解菩萨 祝福如来 所有的善根 是要发了大慈心为根本 大慈心是根本的 说修行慈心 修行慈心 能生出了无量的善根 就是我们说药 药物 药物多种药物布施 买药 施给纵上 从药来布施供养 使一些众生 发愿 愿一些众生的病都好 病好了就快乐了 这样的发 以这个慈是根本 慈是根本 慈看着众生的痛苦 要给他们的快乐 那就是这是说 只是要菩萨方便 发心 发品 慈是真实的 不是需要的 所以要有人问 谁是一切祝善的根本 就是什么法是祝善的根本 当然慈是 就对他说 大慈是 一切善根的根本 善男子 能为善者 你要入实的思维 怎么样思维呢 是慈 入实的思维 诗为慈 慈是如来 慈是大臣 大臣即是慈 菩提道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慈 广说的词德 这说的还很多 很长点 那么我们就 把我们的身心 要神要信 身能利物也是以慈 心能利物是以法 给他说道理 说什么道理 说觉悟的道理 那么 这个道理讲的就很多了 每一部经都如是讲的 咱们上来讲了 一般几十位神了 哪位神没有吃啊 都如是 这是通的了 通的了 那么我们平常的一生 生活当着 怎么记住我们的慈心呢 如果你慈心修好了 烦恼就清没有了 别人要是惹到你了 伤害到你了 你翻过来以慈心来观念 哎呀 你说他业障很重啊 他就脑害别人 不但不生他气 不但不生他的烦恼 而是给他回向 消他的业障 这是慈悲啊 这是大慈悲啊 还不是小慈悲啊 如果你平常的功力 你停二十四小时 你所有所有的行动 这是对人了 没有对人 对佛菩萨 到佛堂里拜 那你又怎么想啊 佛是大慈的 我一定也具足佛的大慈 这叫文若斯利菩萨 教导那个理解众上 这时候菩萨问他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 散用其心啊 把你的心转变了 像是慈心 一天对谁都是慈心 你已经来了 心里的不断接受 而且慈悲 慈悲他 为什么他这业障这么重啊 竟然伤害别人呢 不但不恼慨他 还可怜他 那你这个大慈悲 就进了一大步了 这散景 对于你是顺景来了 你对这个顺景 不贪恋 不执着 你说这是祝福 我祝福的大慈家伺我的 就看你怎么想 当然想 因此在这个道理上 一个是迷 一个是悟 很容易显现你这个慈悲 显慈悲 在这个慈善根律的时候 这的病啊 大概是两种吧 一个是心病 一个是身病 身病呢 好这 心病就难医了 那好多的道友们呢 心病比身病重的多 那这些个主要神 大多是治众生心病的 神病药很多 心病药很少 如果不学佛 如果不学佛法的 能够治他心病的药 很少 转翻成善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慈悲 讲慈悲 慈悲是对着什么说的 不慈悲嘛 嗔恨心重的 贪心重的 烦恼心重的 他没有慈悲的观念 他没有这个念头 因此 许佛哲 要破一切众生的 黑难 治疗一切 上上 八里迷了 就是迷心了 把它叶干果报 迷了 受的报迷了 这两种的语词 一个迷礼 一个迷报 迷报 对他现实 所说的报 他自己 不清楚 为什么我变这么 让一个人 这是报 就是我过去做的 我现在是 受报了 尽管我们发了心了 出了 出了家了 应该说 三根很重吧 但是 我们这个报神的业障也很重 经常还病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迷 迷礼 迷思 思就是报 报 我们这个夜报神 这两种语词啊 就跟瞎子一样了 叫盲鸣 二种语词 因为我们过去 起货 造业 有这个报神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翻眼成静 翻眼成静就是出家修行 修道 恢复我们清静的本来的面目 但是这样呢 所得到的 经得到清静啊 心里的弥难 弥难 这可什么药来治呢 但是主要是呢 世间药不香 这种法药 心病 还得心来医 世间病对报神可以用药物 心呢 心呢要用法 要用法来医 明见十方主要神 得清静大悲藏 能以方便 能生心结 这是解释的 无奈见大悲啊 其他的那主要神 不就不做解释了啊 将来也不要补充 把它撂过去 无奈见的大悲 无奈见的大悲啊 那就是智慧的大悲 般若大悲 清静的大悲藏嘛 大悲藏里的寒常都是大悲 这个大悲是什么呢 领受众生 生信生结 信什么呢 信清静 解什么呢 解释清静的大悲藏 清静的大悲 这个大悲是纯粹的 把众生苦的 给众生快乐的 不是的耐见大悲 是有智慧的 是般若跟大悲 合合的 般若智慧的大悲心 这就是得 得 这种大悲心 令一些众上 能够得生到信结 信这种道理 明白了这种道理 而后他就去行 行就是他修行了 行就是做了 就做了 那么 那这种的药物是什么呢 是法药 法药就是对着你这个病的 慈悲是对着不慈悲说了 你没有大悲心 换句话说 处处给自己打足矣 整个自己让自己身心舒服健康 从来没想到别人 这就是没有大悲心 处处想到别人 忘了自己 在做这件事 你能这样做 在这件事你是菩萨 另一件事 因为自己打算 想不到别人了 那你就是众上 我们这一天当中 不知道要生过好多次的反复 是大悲心生起了 或者看到佛的教导 或者你看经也好 听到讲义 讲说也好 大悲心生起了 一切就给众生着想 忘掉自己了 你就是菩萨 一念间 这样做 这样想 就一念间的菩萨 那你念念做 就是念念的菩萨 今天做了 今天是菩萨 明天不做了 明天就不是菩萨了 再生害别人的心 那是罗草了 不是菩萨了 但学佛者 是从他的心地 就从他心来来 观察 观察每个人的时候 不要看他的现象 在社会上说 看他的本子 在母道友之间 佛教来说 看他思想的活动 思想活动 你看到吗 他会表现的 表现的 观其面 只是心 你看他脸 看他眼睛的活动 知道他心里在打主意 好的主意 坏的主意 他会告诉你的 好多人 因为我是机灭 保密 反正我心活动 你不知道 如果你稍微的 定功 稍微的有一点的 定功生死的 他全告诉你了 他还因为他隐瞒 没有秘密 这个不是得神通 得了神通 不叫说了 如果你的心 你经常这样观察别人 散乐 或者怎么样私降 怎么样使他得好处 你观察心里的变化 这是练习神通 不是具足神通 普发微光主 主要神 方便令佛 方便令念佛 灭下众生病 这个主要神是什么药呢 令他念佛的药 现在念佛 这个药一给他吃了 他就把一切的那些个 烦恼病啊 贪神痴的病啊 就泄脱了 所以世间的医生 聊字的时候 是他的世间病 除世间的业 他消不了的 如果他先念佛 因病而念佛 但是病苦很重的时候 你跟他说念佛 念佛呀 能是你病减轻 能是痛苦减轻 得病烂头医嘛 在痛苦当中啊 只要医生说什么 他信 这个时候他信 他一念呢 效果很好 病好了 不念了 再有病了 他才会念 病好了也念 你跟他说了 病好了你别忘了 在照常念 念完了之后 不害病了 不更好吗 这个时候 就是佛本身呢 大家知道 学佛的人都知道 佛有无边相 无边好 说三十二相啊 八十种好 不一定的了 多得多 还能放无量光 还能放无边光 光就能奢受一些众生 咱们是阿弥陀佛 咱们是翻到咱们 华言就是 无边光 无智光 无量光 无量寿 翻译很多 都是无量 无量 普遍的意思 当你念佛 你心里想着佛 佛的功德 在你念的时候 念佛 佛的功德你就有了 但是你念念的不离心 念念重心起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三昧 大家不要都得三昧嘛 这叫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不是口念的 是心念的 那令一些众生 神病都消了 生灭的病 神不断把病消了 不死都消了 分断生死 便于生死 二十荣亡 所以 这个方便 什么方便呢 念佛的方便 把一些众生病 从根上就给它取消了 十种主要神 不是一一讲的 大字是这样子 大家知道 这含义就行了 以后这主要神 主地神 主什么山神 主灵神 神还很多呢 大字都是慈悲习舍 他继位上 利益众上 都是这些 而是 吉祥主要山 成佛 威力 骗观一些主要神众 而说颂严 这是赞叹佛的 这十颂都是赞叹佛的 无来智慧 不思义 习致一切众生心 能以种种方便率 灭笔群迷 无量苦 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 什么事实呢 指导一些众生心 而也知道众生 用神方便得度的 以神方便法门度他 灭他那个无量的苦难 奢侈他 大雄散桥南车量 凡有所作无空过 必实众生 祝苦灭 赞叹临神能无此 赞叹临主要神 得到一个光明色受众生 见得没空过的 见着就得好处 什么寺庙的大型宝殿 圣殿都叫大型宝殿 什么样才是大英雄 佛成为大慈大悲大英雄 大嘛就是伟大的 在佛教讲的伟大的 在世间上说 大嘛就是 形容这个人格的很伟大的 兄弟世间成为 成事英雄 这是佛的德号了 因为他具有的大慈 大慈有这些个力量 能降伏摸尽 以降伏的意 称他为大兴 大兴 如观祝福 法入寺 往昔 勤修无量节 而以众所 众有 无所捉 此地光 所入满 离尘 光明 主要神 他 欠华以送上 观佛的法 替观 法王法 法王法 入室 法王法是什么样子呢 根本是离言说 离一切行为 离一切言语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文书十里菩萨在佛生作 念那个 开心戒 法院龙样中 当官第一替 替观法王法 法王法入室 五官祝福 法入室 完了 佛也没说法 佛就下座了 那大家就观吧 祝福 法入室 什么样子 没有言说 没有行动 当可易坏 不可言传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这叫不思义 义是言语 思是心 说不出来 议论不出来 想啊 也想不到 这是理了 那四又不是这样子 这随缘吧 缘起住法 往昔 他是无量节修成的 才正腾的佛果 所有一切事件 有法 他不起执着的 与法无所着 法王法入 什么样子呢 无一切无着 无思相 离百非 就是无能相 无仁相 无纵生相 无受者相 这叫四相 八非一切皆不是 但有言说都不是 这样来观佛法 所有一切的 不执着 无所着 那么 这个 黎晨光 他入得 这个法门了 那这个法门 就是什么法门呢 让一切众生 泄脱 怎么才能泄脱呢 灭一切众生的烦恼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物 推广宣扬佛法 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 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 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 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 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话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耳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不离其身的杀生果报 家住乡下的孩子 最喜欢玩的莫过于在河边玩耍了 阿泽小时候也喜欢在村外的河边钓鱼抓青蛙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下午我们才钓到这么几条鱼 是啊 我还想多钓点鱼 回家让妈妈今晚给我做鱼汤喝呢 现在看来是没希望了 是啊 一下午就这么点收获 真是让人失望 阿泽 阿珊 你们看 好多青蛙 是啊 这些青蛙总在这里跳来跳去 都把河里的鱼吓跑了 难怪我们钓不到鱼呢 哈哈 今天晚上我们又能饱饱的每餐一顿了 阿泽 我们只钓到了这么两三条鱼 熬汤都不够 哪里能每餐一顿啊 就是嘛 别说你一条鱼就能每餐一顿呢 谁说每餐就一定要是鱼啊 你们看 这些青蛙 它们多肥多大 既然钓不到鱼 我们何不抓一些青蛙吃呢 对啊 我们可以抓青蛙来吃啊 阿泽 我爷爷说 青蛙可是庄家的保护神 我们不能伤害青蛙的 阿珊 我知道青蛙是一丑 但是你看这河里 有那么多的青蛙 我们抓十几只 又有什么关系呢 阿泽 你等等我 我也要一起抓 好啊 快点下来 阿珊 快下来吧 要知道青蛙的味道 一点都不比鱼叉呢 今天收获可真不少啊 这些青蛙 够我们一家人 饱餐一顿了 是啊 我们今天都抓了不少呢 阿珊 你怎么不杀掉这些青蛙 我 我不敢杀他们 阿珊 你可真是胆小啊 再杀青蛙还不简单啊 直接把他们的肚皮割开 掏出内脏来 不就可以了 我看 还是将他们放掉吧 这样杀掉 实在是太残忍了 而且我听说 残忍杀生会遭报应的 是啊 我奶奶以前也经常说这种话 残忍杀生 终究是要遭报应的 谁也逃不了的 哈哈 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变得这么胆小啊 报应那都是老人骗我们的 你们也相信啊 可是万一真的有报应 那要怎么办呢 我杀了那么多青蛙 你们看 我什么时候遭受过报应呢 对啊 不管是抓鱼还是杀青蛙 都是阿泽教我们的 而且他杀的比谁都多 可是阿泽他这不是 什么事都没有吗 就是嘛 所以说这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报应的 阿泽和他的小伙伴们 每逢寒暑假 便到河边钓鱼 抓青蛙 然后将他们刮铃 剥皮 满足口腹之欲 不知不觉 罪业在他们身上 越积越多 阿明 阿珊 我们三个可是好久都没见面了 好像有十年了吧 是啊 有十年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今天我们三个能再相聚 真是缘分啊 是啊 十年了 想想小时候 我们一起在河边 钓鱼 抓青蛙的时光 就像昨天一样 难得今天我们又聚在了一起了 所以 今天我请客 你们想吃什么 金观点 哦 对了 这家店做的田鸡 很不错的 吃起来啊 就像我们小时候 抓的青蛙 同样味道 你们一定要尝一尝的 阿泽 我们俩现在都吃素了 是啊 阿泽 你难道还像过去那样 只一味的贪毒口腹之欲吗 你们都吃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阿泽 我几年前 嘴里莫名其妙的生了很多毒疮 而且一直溃烂到喉咙 去了很多医院 看了很多医生 都没有用 阿鸣 难道这是因为吃荤造成的 不是 这是因为杀生遭到的果报 啊 杀生遭到的果报 是的 如果你一旦杀生 那罪业便会一直跟随在你身边 直至化作果报降临在你身上 唉 你当时不过是嘴巴里生了毒疮 哪里就和果报联系在了一起啊 阿泽 你想过没有 我们小时候 在河边钓了多少鱼啊 那些鱼的嘴巴 不是都被鱼勾勾破了 而我嘴里生了毒疮 不正是在感受他们的嘴破之痛吗 是啊 阿泽 你也应该去参加一下放生法会 亲手将生灵放出 当你看着他们快乐无忧 喜获重生的模样时 心情是非常美妙快乐的 没错 这种美妙快乐的心情真的很不同 阿泽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可能被捉或者被束缚 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 当时如果能有个善知识帮你解开 或自我跳脱出来 那种被解放的感觉 就如同初纹佛法般的喜悦 好了 好了 你们不要说了 我是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如果真的有报应 那我为什么一直平安无事啊 阿泽 如果报应还没降临到你身上 那你就更危险了 你的罪业越积越多 那果报也将会更重 是啊 阿泽 你还是尽早跟着我们一起学佛放生吧 也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你身上的罪业啊 原本我是想和老朋友聚一聚的 没想到你们竟然见了面 就说什么因果报应 好了 你吃你们的素菜 我吃我的鱼肉 我倒要看看 自己究竟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 哼 唉 不幸果报的阿泽 很快便体会到了杀生果报的痛苦 医生 你说我罹患了结肠癌 难道这些日子我排便出血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是的 不过多亏你发现得快 只要及时做手术 将病人切除就可以了 嗯 多亏及时发现了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唉 真是没想到 平白无故的就在肚子上开了道伤口 真是痛苦啊 医生 我的病怎么样了 阿伯 你的病症 是我从于这么多年 所见过最奇怪的了 医生 你不是说我的病没什么大碍了吗 这 有什么奇怪的 阿伯 我们从你身上切除的肿瘤 长达五公分 这表示你生病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是啊 我的身体感觉不是已经有好几年了 要知道癌细胞扩散是非常快的 你生病这么多年 癌细胞却没有扩散 真是不可思议啊 这都是上天在保佑我呢 医生 那我的情况怎么样了 怎么手术后 我还是一直觉得很不舒服呢 是吗 你还是感觉不舒服吗 是啊 我总是觉得肚子痛非常难受 怎么会这样呢 手术后的报告还没出来吗 医生 这位先生的报告出来了 啊 怎么会这样 医生 我究竟怎么样了 你的肠粘年 还需要再做一次手术 怎么会这样啊 这伤口刚刚合上 却又要再挨一刀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年轻人 你过去是不是做过什么杀生的罪业啊 阿伯 你为什么这样说啊 不瞒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 经常鲨鱼做汤吃 不过前些年我开始吃素放生了 你看我肚子上的刀口 从胃部剖到下腹 这不跟那些开肠破肚的鱼儿一样 我肚子上挨的这一刀 就是当初 就是当初杀生的果报啊 刚才医生说 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年 我身上的癌细胞没有转移 我想 这应该是 这几年我吃素放生的缘故 如果这几年 我没有积下善果 癌细胞 应该早就扩散了 是啊 自己今天接二连三的被剖开肚子 不正和那些青蛙一样 过去 我竟然那么残忍的对那些青蛙 真是太不应该了 手术后的阿泽 从此以后也开始吃素放生 他的身体也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 阿泽